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参加本次汉语桥活动 本节课的内容是建筑工程施工技术虚拟仿真操作 我们知道建筑行业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在当前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建筑行业也应该接受高新技术带来的优势 虚拟仿真技术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 能够大大提高工程管理和施工的效率 保证施工进度 节约成本 提高安全性 减少工程风险 本节课主要讲述的内容有 施工技术虚拟仿真简介 基于壁木5D的施工精细化管理 和壁木5D管理系统案例 第一部分是 施工技术虚拟仿真简介 什么是施工技术虚拟仿真呢 施工技术虚拟仿真就是 基于虚拟模型技术 而提出的 用于建筑项目设计 与施工过程 模拟与分析的 数字化 可视化技术 不仅考虑的时间为数 还考虑的其他为数 如材料 机械 人力 空间 成本 安全等 运用 运用 达姆技术 即可以对施工进行 虚拟仿真 模拟 达姆技术 可以应用到建设行业的 各个领域 例如 房屋建筑 道路桥梁 市政工程 水利工程 等很多领域 这个 是毕姆在房间中的应用 可以建立建筑和积电模型 这个 是毕姆在修建地铁时的应用 这个 是毕姆在建造桥梁中的应用 可以显示出 桥墩和桥梁的形状 尺寸 内部钢筋 情况等 这个 是毕姆在室内外装修正的应用 这个 是毕姆在古建筑设计 与修缮中的应用 可以建立 古建筑和各系部 构造的模型 便于我们对古建筑来施工 和修缮 第二部分是 基于 毕姆5D的施工精细化管理 目前可以进行 毕姆技术的软件有很多 今天 向大家介绍一款软件 它是毕姆5D 毕姆5D软件 以毕姆平台为核心 集成 土建 基建 钢构 木墙 等各专业模型 并以集成模型 为载体 关联施工过程中的 进度 合同 成本 质量 安全 图纸 物料 等信息 利用 毕姆模型的形象直观 可计算分析的特性 为项目的 进度 成本管控 物料管控 等提供 数据支撑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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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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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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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机电主材需要计划表等。 根据这些表格,就可以为施工准备相应数量的材料了。 这个是三算对比,即重标价,预算成本,实际成本,这三个价格的对比。 通过这个对比,能够反映出在实际项目上,费用是节约了还是超支了。 使用闭幕5D软件,能够对施工时的成本进行及时跟踪和管控,采取适当措施,节约施工成本。 在模型交付环节上,币幕5D软件可以将模型上传至币幕浏览器,广联云,外部浏览端等平台,并使用这些平台进行展示和观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新惠华府项目,使用闭幕5D软件的工作成果简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下闭幕5D的强大的功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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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 质量 致 通过BIM5D软件二次结构排砖功能 生成排砖响土 减少材料浪费 避免二次搬运 A2栋排砖解约成本1.5万元 在机电设计优化方面 将建立的模型 倒入Nervis Work中 进行碰撞静高检查 生成碰撞报告 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经设计认可后 逐一修改完善 机电模型优化 重新生成施工土 方便查看Revit快速统计的工程量 为总承包方提供数据参考 提高工程量的统计与审核效率 利用Revit软件木墙进行建模 采用两种方案进行对比 第一种为原设计木质格栅 槽钢线条 第二种为铝方管格栅 空腔铝合金线条 最终采用第二种方案 优化的方案既美观耐用 又降低了成本 并出模具图32种 并解决了铝合金材料组合 连接等问题 对照原预算文件的人工材料 经比对 人工比原方案 节约17% 材料成本 节约15% 进度管控方面 项目部闭幕小组 在模型建立过程中 可及时发现问题 进行汇作 生成问题确认单 并给予调整意见 项目人员可通过三维模型 加图纸 至关查看问题点 清晰了然 施工模拟动画 可以让管理者 至关发现问题 出现偏差较大时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从而对进度 进行管控 以周围单位的 现场生产立体管理 包括周计划 现场跟踪 手机周报 生产立会和监理立会 在质量管控方面 通过闭幕中心三维技术 针对复杂节点 管理人员 可以通过模型 图纸 视频相结合的方法 向技术人员 进行图件 施工技术交底 使用泰克拉钢结构软件 进行结构模拟分析 总结出钢结构 与建筑结构 机电安装 以及自身存在的结构矛盾 形成问题报告 与设计部门合作 形成问题确认单 妥善解决钢结构 存在的问题 泰克拉钢结构软件 可对钢结构 细部模型 进行深化设计 提高钢构架 加工制作精度 保证工程质量 通过软件 导出构建明细表 及安装图纸 指导现场作业 帮助预算人员 快速准确算量 基于闭目五地的质量管控 现场人员发现问题 通过平台上传 指定责任人整改 责任人上传整改情况 经问题发现人验收后消下 在安全管控方面 通过广连达闭目五地平台 开展定点讯试 讯试点结合二维码 加强对现场安全管理的 有效手段 对危险员实时监控 安全员通过手机端 闭目五地平台 拍照上传 每天巡视点情况 及安全问题 及时发现 及时解决 确保无一例安全事故发生 在高织模搭设方案中 闭目中心对整层建筑 进行高织模识别 对应的采用 合理的排布支架方式 运用广连达闭目模型 脚手架软件 对高织模部位 生成计算书 保证施工的安全性 使用软件 生成高织模价体布置图 通过技术交底 让各方熟悉 价体钢管的排布方式 让施工安全 有序进行 闭目中心通过广连达 闭目5D平台设置 实现了管理人员 对安全隐患的动态管控 使现场的安全管理 真正做到了防患与未染 在绿色和文明施工管控方面 把三维样板与二维码结合 项目人员可通过手机扫码 查看实体模型 工艺流程 详细参数 方便现场管理和施工级检查 验收和数据保存 创建三维模型样板间 时间较短只需7天 节约工时90% 节约用地达到90% 在场地布置上 应用闭目技术 为项目提供更加合理的 现场布置规划方案 同时 闭目技术的应用 可实现资料协同管理 本项目通过闭目技术 节约大量施工成本 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项目应用方案 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习的 施工技术虚拟仿真简介 基于闭目5D的施工精细化管理 和闭目5D管理系统的几个案例 希望大家能对施工技术虚拟仿真软件 有了一定的了解 感受到施工技术虚拟仿真软件 强大的功能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课后继续学习相关知识 大家想一想 你们还了解哪些施工技术虚拟仿真软件呢 它们都有哪些作用呢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